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做这只也是观众反馈的那这位是一位红点的粉丝 然后来给我介绍说想看这支笔那我就搞一只来做做了那那这个末将的木面好像是m3吧 我记得是木面的一个中文我忘记叫什么了那首先引路也能这样子一个比较 那首先这个包装插屏为什么浪费纸浪费包装啊就一个普通的纸盒的话我就就可以了 因为像我自己我比多我不太喜欢说啊搞了这么一大堆的东西给我 我就想要那只比别的真的说实话不太感兴趣 然后也很浪费我一个就是地方好那你看就这个这个我到时候会考虑留下这个倒不错 这个这个笔盒因为你看里面有涌布然后又非常干净 然后还没有什么的一个标签 那这个logo不好意思啊 但这个logo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logo的话还是还是ok的 反正就是大概就这样子吧 而且这个这个可以可以 然后这个的话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笔盒吧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这个可能考虑留一下吧 好然后再下来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 这个笔我拿一下那个来对比 好那个我的一个海运然后再来一个M800 好那首先看到这样子一支笔那第一个感觉哇这支笔好短啊 然后出息来讲的话那基本上是接近800 如果他跟800比800是比较粗的 那这个应该是大概600左右是不是600 看一下哪一支200的对比一下 哎好像是跟200一样的基本哎 好吧海运可以放一边了 这样子的话呃这个尺寸的话 基本上跟200是差不多的一个尺寸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因旋转的吗可以呃好那这支笔估计个人不太推荐 因为看到这个笔握我就呃太反感很反感 黄铜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种材料 因为你在好的黄铜吗 他本身的材料性质的话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氧化的情况 你即使花了七八百还是八九百那支黄铜的卡维可 然后呃有不少观众都给我反馈最后有一个氧化问题 如果像有些人手汗比较多的那这个部分一定有味道 呃这支笔首先你如果是说喜欢这样子一个味道 我觉得ok但是你要拿来日用的千万别 但这个笔握好评这个形状 好回到前面的这个笔尖 笔尖26号的一个粗细 但这么看也是不太好机尾的 因为看下来比200的那个笔尖嘛 呃还要小一点 所以说这个机尾属性估计也不是很强 那但是这个笔握真的好评 是我个人挺喜欢的那个笔握 因为这个笔握握起来真的很舒适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他这个笔握曲线 非常漂亮 手感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手感就但是有点太细了 像之前有讲过的就是很多手工笔就这个问题 你看笔杆我我这里很粗 然后这里笔握非常细 其实这样子一个笔的设计用起来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他为了追求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体感吗 但其实这样去设计一根笔吗 除非你笔特别粗 那起码到149那个你这么去搞没问题 因为那个定位是签签名笔吗 或签字笔 但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而且你要日用笔的话最好还是不要搞这个设计 呃因为盲目追求这种一体化 其实那个怎么讲呢 对一个实用体验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糟糕 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133左右的一个长度 拔了笔尖的话 120左右 然后这个笔握的话 我就一样就罗文钱的一个位置 因为我通常都是捏那个位置 就我自己来做准吧 嗯 对就你看到鲜鱼那只 但是我记得就是也是久的 然后你看人家那个是多细 这个也是久 但是你看这里多粗 这个反差太大 其实这根笔用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难受的 所以你看很多笔 为什么他故意这里高一级 他是有原因的 那很多他一开始我买笔不会的 他会觉得哇这一体的非常漂亮 或者很多设计师哦 非常八号斯 但其实八号斯他是属于一种就是 你单纯拿美来了解 很多人就单纯拿那个美感 以及那个就是可视化的那个形象 然后去了解他 其实这是有点了解他的 如果是八号斯的话 他你看拉米2000 他也不会故意把这个笔做成一体化 他尽量做一体化 但是他2000的那个笔帽还是高高一截的 那从这里能看到就是 其实有时候是一个理解问题 我觉得是好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个 呃重量26.48帽呢 看一下 16.8那不不轻不重的一支笔 但是这一支是不是木头等会在看 他说是木头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 木头的话 这个 真的不太像 还是还是说他拿什么那个比较硬的木 然后再下来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吧 呃 好 笔尖的话 来看一下上面的一个patterns 啊 的like 呃 的like不是那个什么品牌吗 那个什么客 啊德利克不是吗 那个还是说我记错他英文的 德利克好像多了一个E嘛 D E L I K E还是还是L D E L I T E我就忘了 但这个我第一个印象反而是想到那一个了 然后下面呢这就是各种的基本上就是不用看的 EF尖 好看一下这个笔尖吧 ok 笔尖的话 能看到中缝的话 有 呃 有看了一下夹了一下 就平常一个中缝的处理能明显看到一个中缝 然后呢 伊利来讲挺细的挺小的一颗 看起来前面应该是一个怎么讲 哦 呃 偏圆的打磨 那呃 伊利不是很大 也非常节俭伊利 那这么看的话 应该是属于一个处理方法上来讲 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伊利 那像这样子一个伊利的话 他的我个人认为他一个品控是比较好的 因为像长刀等等那种浪费 浪费伊利的以及那个怎么讲就是复杂的 他很容易出现品控问题了 因为从生产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一个干比吗 就是最好是特别干比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吗 他是非常难有一个标准去定位的 那个人觉得还是说越简单越好 如果是真的喜欢有一些特别打磨的 还是找一个专门去给你打磨一支你想要的 我觉得这样子会好一点 伊利上的话就是他非常简单的小小的一颗 那书写起来的话应该是有一点些许的一个佐尼感 然后滑顺度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我看我们这个打磨的话 好 然后再下来这个先放一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怎么材料吧 哦 这个缓冬哇 这声音 那3.4的一个口径 然后照这样看的话我是真的看不出来 因为 我看到不少的一个所谓手工的一个笔吗 就他木杆 其实他这个是塑料杆的 然后 如果这个我之前是买过不少支 然后但是有些不是品牌的 我就割了一下 然后 挑了几下 拿那个美工刀挑几下 那这个笔还挺新的 我就不做这种做实的事情了 但这么去看的话 这么薄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木头吧 木头应该做不了这么薄吧 你看这个厚薄度这里 我觉得是像一个塑料的 然后用一个工艺叫那个水转印 就是白开水的水 然后转化的画 然后印刷的刷 水转印的一个工艺 然后做出来的 我觉得应该不属于一个木杆的一个笔 木杆笔的话 应该都是很粗的 你看很多日本手工笔的话都知道 木杆要做这么细 我觉得是除非它真的 木能这么硬 因为你做到这么薄 你看这里它其实木头没有那么的硬 你做到这么薄 其实做到一半的时候 车销的时候 它因为是一条方形的木 然后这个东西一直转 然后车销车出来的 所以说你车到一半的时候 尤其车这么薄 你再精准它还是会爆 就是力量 就是它那个材料本身的一个 它是有一个强度在的 然后你车到一半可能就爆掉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塑料的 然后再放一个黄筒套筒这样子 那这支笔的话 我暂时定义它为一个塑料吧 因为木的话真的不会像这样子 因为像这种工艺跟那个水转印真的是挺像的 我觉得好 然后这是不是木的就不平就先不讲 但是我个人这么看不太像 好 然后这个笔握是一个黄筒笔握了 因为它这个不是很重 那所以说怎么讲呢 不是很重的话 所以就应该不是不锈钢了 然后这个的话反正就是日用的不建议 你买回来说我喜欢这样子一个感觉 像欧美的那种就是手工风格的这种 就是当时又有一些机械辅助的一个DIY手工风格的话 那这个东西你喜欢买一只回来放着 那OK 然后这个笔夹的话 呃好评 然后因为可以这样子按 因为能做到这个功能的笔真的不多 然后这个笔个人觉得有点小贵 如果它是真的木再贵点 如果是真的木那再贵点是没问题 另外这个缝金属的这个缝呃好评 那这个地方的话能有一点那个高级感 但是跟这个的话就不是很搭 那如果是说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反正这个也是金属的嘛 如果再压一下 然后跟这个是同样的处理 那就跟这个笔握嘛 它同样是来一个拉丝处理 当然是有难度的 然后如果能做成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笔的还是OK的 然后笔上面的一个能看到上面的一个锐利度 你看都虚化了 就是看到我这个窗户的一个反观嘛 然后基本上都有虚化 然后倒叉不太可能 那这一支笔先给它就是笔尖再好 个人觉得就是不适合日用 那除非你真的说颜值 颜值极正义 那那你就录一支 我觉得没有问题 好那整支笔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先来上下墨试写一下吧 然后这个暂时看它这个环通的材质还可以的 但是你放个基本上一年内 我还没见过哪一支不会氧化的 不会氧化的话 那个应该也不是黄铜 这个是很实在一个事实 因为我以前也很喜欢黄铜 但是我后来发现它真的不适合拿来做一个 怎么讲呢 做就是跟手接触的一个材料 它比较适合是什么 就是打来做一些摆件 那这个材料是不错的 因为铜它本身比较软 也好加工跟铝一样 但是铝比较贵 铜好像比较便宜吧 应该是吧 我觉得因为还有算加工费用 还是说是铝的加工费用比较贵 铜的加工费用比较便宜 其实材料是同贵 这个价格 反正我也不是很了解 好那刚刚测完了一支 然后我们再来测下一支 没讲门 哇这个握起来真的就这个地方 我你看我还拿这个地方就很隔手了 这个拿起来真的不太舒服 emfy 那比肩来讲挺细的 说实话 然后efnip 出没呃没什么大问题 就基本上是挺细的 然后听一下这个滑的声音 然后压一下 嗯压非常刮 一压就好像被压住了 笔尖的数字来讲的话 还是一样就是不是特别出色 国产的笔尖最出色的还是福利文 然后再下来就是英雄啊 永生等等的这些 但是这个笔尖的出息度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一支怎么讲呢 嗯他不像那个嗯呃m2 墨加m2墨加m2的ef是真的刮 但这一支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这一点就有这个改进 这个地方是不错的我觉得 但是呃从材料以及这个笔的设计来讲 我觉得这支笔的设计来讲诚意不是很足 虽然说他这些处理等等都非常漂亮 就是工艺达到了等等的达到 但是最初的那个笔的一个设计理念 没有达到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在哪一支那个原子笔 哦不好意思 我在哪一支这个原子笔 而进行一个对比一下吧 啊那个Waterman 你看笔尖很细 我一看我这个 Ballpoint Pen 然后我这一支是0.5mm的一个水笔笔心 然后能看到基本上就出上一截了 它粗细度是可以的 但是鞋感来讲真的呃特色真的不是明显 不像说万宝龙那种方投伊利的那个 那种顿挫感的一个 嗯呃阻尼或者是永生618的就是那支暗间的活塞 那一支是618吧我记得是 那一种阻尼就没有达到 因为这两支的那个阻尼是很像的 都是同一种打磨方法 看起来就写起来的话 它两支放大我是没特意看过 但是鞋感是挺接近的 但但那个像这一支的话 它就这个怎么讲这个再写几下 像这个的话它很细 但是呢就是你没有感觉到那种沙沙的 或者是说顿挫那种就是那种感觉 那反而写起来的话也ok 但是从书写角度来讲 日用的我觉得就算了 真的不是很适合 因为单纯就这个材料 如果它这个材料换成别的 我觉得还ok 另外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一个木杆 但这个爬格子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如果把笔窝给换一下那应该还是可以的 好那这支笔总体来讲的话很 就是看个人喜不喜欢了 那如果颜值不到位的 我觉得可以没有必要去录 那如果是说我喜欢这样子 那才可以这样子 好那今天的评测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我漏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也可以叫我微信 我帮你拿到微信群 好就这样子下次见 拜拜